我他妈谁都不服 我就服零零后 零零后被称作为是 时尚最难割最难割的韭菜 我前几天给一个零零后的聊天 当时聊到房子的话题的时候 我问他 为什么你这个不打算去买房呢 他说呢 我为什么要买房呢 我说呢 你不买房 你怎么去讨老婆呢 他说呢 我为什么要讨老婆呢 我说你不讨老婆 那你怎么将来要小孩呢 他说我为什么要要小孩呢 我说妈的 你没有小孩 你将来年龄大了 你咋办呢 他说买房子 娶老婆 生一下娃 就能长寿吗 那我说呢 你想想你将来老了会很孤独啊 他说我自己就当了几十年的儿子了 这个养儿能不能防老 这我还不清楚吗 那我说呢 像你这么样子 那人类就不得绝种了吗 他说像我这样的穷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都是凑数的 那我就说 我说你这个 这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好像是啊 他说你换个角度 其实我在为我的孩子负责任呢 这我的孩子出生了 如果只是为了 继承我的贫穷和苦难 为了还房贷 压得喘破气来 反而是对他们的不负责任呢 那我说呢 你通过这个勤奋 劳动付出奉献 那你不可以改变你自己的人生吗 他说 因为我能吃苦 所以说 我这一辈子才有吃不完的苦 后来我想一把他这话 好像说我的啊 那我说呢 你这样子活着呢 对社会他妈还有什么贡献呢 他说我已经穷成这个样子了 我不搞事 他妈就已经对社会有最大贡献了 听到这里面 你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呢 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像被颠覆了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超级太理智 太可怕了 去年还有个词 叫做舔狗经济崩塌 所以原来人家是怎么说呢 就是消费市场 第一名是孩子 第二名是女人 第三名是狗 你看啊 第四名才是家里的男人 所以男人的消费率 连狗那么都不如 现在呢 不好意思 2024年荡然无存 男性经济在雄起 男人不再为女人买单了 男人要不再取悦女人了 舔狗水间经济崩塌了 所以在七夕节 直播间里面 你看没有 那个主播是这么说的 给你女朋友买个礼物吧 年轻人怎么说的呢 凭什么要给他买呢 我给自己的游戏充个卡 不好吗 我请兄弟吃顿饭不好吗 他们都觉得 我是大哥 我请他们吃顿饭 他们还觉得我抠门 那年轻人 不买车 不买房 不谈恋 不结婚 不生娃 他们的钱往哪去呢 花在自己身上多开心呢 所以啊 对于年轻人的消费啊 你要重塑一下自己的营销了 他们反消费主义 以前啊 那套不管用了 所以啊 今年的这个君大一火了 对不对 不是什么荣服买不起 而是君大一更有性价比 他们去抢这个铜装 说这个铜装的性价比更高 他们还去给那个老人 去抢社区食堂 抢那个养老院 还拿他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00后啊 是这个我认为这一场 可能是历史上最难割的韭菜了 00后认为呢 说你们这些什么50后 60后 70后 甚至80后的 你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他说我们再怎么努力拼命 也很难像你们这样的这个脚步 跟不上了 80后呢 莫名其妙成为了车奴房奴瓦奴 吃个妈的舔狗族 90后呢 掏空所有家庭背着30年的房贷 才在大城市扎根 00后呢 我们才不买房 我们就等着你们呢 房子车子 你们一个屁的 房子车子不都是他们的吗 所以啊 你知道这个00后啊 为什么这种消费呢 00后啊 为情绪而消费 00后啊 为喜欢而消费 00后啊 为越级而消费